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创建一个子类 我搞复杂一点 搞个子类 子类谁呢 student 这student假设是谁呀 只要记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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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转5%我要求你们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这样简单 先来点简单的 首先 我们student是可以在Parse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属性的 比如说搞个学号是 假设我想 这个学生一创建完毕之后呢 他就有个问问的 学号 而且学号不确定 怎么写啊 自定呀 来什么 id 学一张 init init之后呢 是不是init with number 非常简单 等一下我再来一点难量东西看到 再来一点思考性能有的 init with number 来到我们点文件 是应该实现这个方法 来个init with什么 number 那这怎么写啊 是固定的 self什么 是等于我们super 写init一下 现在我是只要求做什么事情 就只要求干啥 初始了我们number 怎么写啊 夏天 number 成什么 是的 number 喜欢 叫什么是不是来 吞 效法 失业的 搞定了 是意味着我们 student创建完都有个默认的 夏天 number 非常简单 来 等下来点难量东西 我看到 import student 这里呢 改成student 这里改成student 既然是student 方法也改一改 变成什么呢 我们是变成 init with number 什么number 比如说写个9 是意味着student创建完他number有9啊 因为一旦掉了init with number 是来到我们student的init with number 这里 是把9传递给下来number 你非常简单 来啊 现在运行 运行成你会发现这里面是变成9吧 是9啊 对不对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名称 默认有个叫这个 为什么呢 请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init with number 方法内部懂不住了 init with number 是首先丢用负类方法 一样负类init是来到person的 person的init 这person是把他变成这个 这里的 听懂了吗 搞定了 而且 而且person里面是用nsof的init 所以nsof的内部的这个人们成一面是也有指示像我们student 是不是 你是什么类 我那几个类 搞定了 那接下来呢 我再写一个方法 我再写一个方法 我要求这个学生创建出来 有默认的学号 有默认的名称 有默认的年龄 听懂了吗 有这三种默认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所以student你想要是应该写 再写一个方法 啊 对呀 有些东西想 是不是在person里面写 person里面怎么可能写 我现在是要求创建一个student对象 他就有默认的学号跟年龄跟名称并且 是什么值呢 由外界传进来 听懂了吗 那你把这个构造方法写到person里面去怎么可能拿到number 是不是 所以肯定写student 而且我说了 所以 再写个student什么吗 构造方法 什么 固定写 id init 为什么是可以写上自己创呢 在an的什么样 number 搞清楚吗 所以 什么样 number 所以init is number and age and number 是传三个值给我我就可以出十八一个学生对象 为什么学生也能拥有年龄跟性命呢 是因为他继承了他 我是说过的 我不说第二位了来来到我们点我们的怎么实现了 是一样的 引力比是什么 number and age and number 搞清楚的干啥吧 当然按照我们默认写吧 我们直接怎么做 直接来个in 会被if什么东西 效果 之前我们是直接写什么呢 是直接写个sufa来个init 是这样写的吗 之前是怎么写 但这样写这种情况就不行了 来个return 效果 这么写了是为了保证先交付那个落空吗 注意的 按一下 首先number怎么复制我们是了无指掌了 直接来个什么 笑天 number 等什么 等number 那这两个呢 我们能想的办法是可能是笑天的吗 等等嘛 当这样写对吗 不对的 笑话是nemo这个属性是来自谁啊 负累 是来负累啊 而且这两个成员没有是不是我们插扣字的生存了 什么类型的什么作用 private 既然是private是只能在parson内部访问的 都能在子类里面直接访问的 子类里面只有这种方法 set访问法后的电方法 是有种方式 看来我先教你们这种方式 笑话来个什么 satnemo等什么 nemo 调用我们sat方法 是不是调用到负累的sat方法里面去啊 听懂的意思吗 其实你这一样书法是也可以啊 一个意思 因为调用我们当前这个对象的satnemo是优先在我们这里找satnemo 我们这里有satnemo吗 没有 现在没有找谁 负累 负累是不是有satnemo的 是不是啊sat方法 这一点就简单 完事了 这样怎么写啊 age怎么写是一样的 笑话这个是吧 写age是把我们satnemo 或者点义法怎么写 是笑话点nemo等什么 nemo 笑话点什么 age是不是等于我们sat 搞清楚了吗 是两种写法 所以这么一写完是不是成功把传定的nemo跟age 复制给我们内部的 球图面里面去 是不是 搞清楚了吗 搞清楚了 看到 那我弄一下 呃 inniwi是什么 是inniwi是 inniwi是我们nemo 对不对 inniwi是我们nemo 是不是这个方法 是这个方法 这怎么可以啊 比如说它是什么呢 它叫 正吗 年龄呢是29 number呢 比如说等于10 更久吧 接下来我们一运行 一运行我们你想一下 这行nemo一直是门 number是变成10 年龄是变成29了 而且nemo是变成gm的 是被我搞定的 是所以这个student要冲出来 是不是就有这三个学生 对的 那这三个学生我是等于复制的 我是一步一步的 首先你一定要inniwi是nemo anage and number 是肯定会先检查 我们student里面有没有这个方法 student有没有 有吧 student里面是有确实有这么一个方法 那确实有是首先调用我们super的nemo super的nemo完事之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调用我们下午的nemo 是复制我们下午的nemo 所以这一句代码公论 我们这个student对象 他里面number是变成传建的这个nemo了 接下来再执行这一句 是把传建的nemo 复制给我们内部的下午线的nemo 是不是 那这一句是把传建的nemo 复制给我们内部的下午线的nemo 所以啊如果这个还看我们说明地言语法 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明还不懂我们set方法 自己去理解 看到 好这么喜欢 这么想就说 我们一过掉我们代码 是不是确实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对象里面就有这三个属性值了 你传什么 我内部传建的就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我们里面下滑线number是不是就是这一句nemo造成的 下滑线number的值是不是由于我们set方法造成的 下滑线h是由于我们这set方法造成的 是一个 搞懂了 清楚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透处了我可以带你们走一面走一面看了 搞到两点 一运行 一运行我们是个进去这个方看下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末日情况下我们这个对象里面所有东西是没有值的 是不是没有值的 没有出时候 是没有值的 接下来我们是个进去 一进去 一进来是来到我们student对象的这么一个方法 是不是 来到这么一个方法首先是调苏法引领档苏法是谁 Person 所以我们这样一进去 是不是来到 Person的 Person的引领档 听懂了吗 那Person引领又调用谁的引领 NSO 所以接下来你想一下我们在过调这一句 过调这一句之后呢你想一下 这个对象是处出完毕了 对象处出完毕之后你想一下他里面的ish有值了 是 对不对 ish有值了这样我们再看 那如果我再一过调 一过调这一句是意味着我们当前对象的成功一样 Jack 是变成Jack 下华线代目是变成Jack 听懂了吗 注意他 感动 让我们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完事之后呢是意味着我们Person的引领档 Person引领档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 是不是来到这里 是来到我们student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 付类搞定是来我们子类啊 接往来看 看到啊 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来复制啊 来复制 复制 复制这个意思啊 哎为什么来到这个 你看啊 你看啊 当我们按下一步按下一步的时候 你看按下一步的时候 为什么会来到这点 为什么来到这里 Property是什么玩意啊 是不是赛方法 或者复制 所以你想看 我们执行典语义法 他是不是调用我们赛方法 所以啊 是经理了 搞定了吗 所以想看我们一过掉之后 他里面所有东西是不是都有值了 说都有值了 来再过掉 生意吧 搞定了吗 我就不说太阳性了 这个字笔研究了 字笔研究了 完成了 再看 其实呢 像用这种办法 我们还有更简单的方式 更简单的方式 你看 现在呢 我是想 千辛万苦想把这两个属性 复制给我们 附在里面生命的成为为了吗 我是通过SERP方法搞定的 其实我们没必要这么搞 我还能用这种写法 什么写法 开发中我们最常用的是建物写法 什么写法 刚刚那个写法是不常见的 首先是重写一下哪个方法 实践哪个方法 引用一下哪个 现在我是说这个方法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 对不对 现在看到 我主要改达这个 我主要改这里 Intel SERP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 SERP 你想一下 现在我想做什么事情 我是想把那个 Name跟Edge 复制给我们 附类里面的下个Name 跟下个Edge 所以 其实你想一下 我们附类是早就提供好一个方法给我们了 这个方法干什么 因为你传用一个Name跟Edge给我 我是就可以帮你复制给下滑的Name 还有谁 向Edge 你只要调SERP的这个方法 就能把Name跟Edge传递给这两个家伙 而且SERP那部系也会帮我们调Init 是不是 听懂这个意思吗 知道等一下我做什么事情吗 来说一下 来基础比较好的东西说一下 SERP什么 对 Init什么 Name 把什么存在 Name 把什么存在 A0 完成了 接下来这里是应该复制我们自己他有的东西 SERP内不存在的东西是为我们那么 你想一下 这样分工是非常明确 你不觉得刚刚写这个代码特别扭吗 如果是我就觉得这个代码特别垃圾了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道那么别的垃圾呢 所以想一下 首先 你是传了两个属性给我 你是把这两个属性 想办法射进至附内的里面两个属性别的吗 你想看 Name跟Edge这两个人在哪个地方生命的 Name跟Edge 是Parsan里面的 既然是Parsan的东西你拿到SERP的里面出去了这个代码不好 听懂吗 不是你管管管强的范围 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在你不要在你自己出售吧听懂吗 既然这两个东西是属于我们Parsan的 我们是应该把这两个属性传给Parsan的方法进去出售吧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最严厉的写法最好的写法 就是怎么讲 就是这么讲 应该是把腹内拥有的成员面两是传给腹内去处理的 传给腹内去出售吧 是保证的自己出售自己的东西不要管别人的东西 Parsan类里面是个出售啊自己内部的成员有没有量吗 SERP的那个类是出售啊自己的成员有没有量吗 听懂我意思吗 咱们写去有好处啊 敢做到这样的思想吗 不要管别人的东西啊 干啥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不属于SERP的你干嘛SERP的你没有区质啊 没有区质啊 不要以为完成功能就万事大举啊 这样你永远没有长进 是不是 永远没有长进 好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想 你看这样 这样 将什么 是将我们Nemo 将我们这个Nemo和什么 什么Edge啊 传递给谁 是传递到负类方法中 进行出实话 因为一定要用SERP的Nemo和Edge 是来到Parson的这个方法 于是把Nemo跟Edge 顺其自然的传递给了我们下方电脑跟Edge 这个复制操作是帮我搞定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一行代码过后我们下方电脑跟下方电脑是有值的 是不是 那接下来是应该复制我们叫Nemo 而且还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自己管自己的东西啊 复类的东西在复类里面出什么 我的东西在我这里 注意的 不要多办形式 好完成了 完成这边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方法对不对 刚刚那个方法是已经被我注释掉了 是用我们这个新方法了 接下来再来到我们点用文件 是在继续掉那个方法看下对不对 看点了来 赚点 对 好这行代码一过掉对吧 这样那么过掉之后你看下 10 29 是一样的 是完全可以用 好 这个思想呢是要使人去体会了 自己体会一下什么好处 好吧 好处我已经说清楚了 如果你不是很理解说我们这个编程的事情还没到位啊 自己好好理解 好吧 自己在花时间理解一下为什么能做 我们写东西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写 是吧 你写一样代码之间肯定有有它的道理啊 你不能乱写 是吧 你不能觉得我写了这个文文文是大集的 当然 如果你当时需求特别感 哎呀今天又交工了 你可以马马虎写一写吧 我们都要算的 但如果实际上有剩的话 这个对了会会自己以后着想的话 你还是把这个代码写的好一点 思考一下为什么 我写完这行对我们以后 这个架构的影响对我们以后的设计的影响 对不对 这代码可逐性的什么到底什么影响对不对 嗯懂得吗 OK这一点 然后我再再给你们本中聊 为什么我还是不见得那么小 好处我已经说了两点哪两点好处啊 第一点 是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Person 方法里面负责出了自己的东西 Spoters负责出了自己的东西 这一点对不对 还有吗 还有怎么样 我讲了两点吗 第一点是不是自己做这件事情 第二点呢 第二点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不对也是不要管自己人不管别的事情对对的 总之你把一切东西是交给别人去出事话 自己搞自己的东西对不对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不见得动作 我再说清楚看到再给你提一点东西 为什么我不建议你们写成这么一个鬼东西呢 现在啊你是不是这么写了 对吧这么写假如我假设了 假设有一天呢 假设了 假设有一天我们person里面person里面 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啊 假设的 假设这个名称变成NEMO2了 能听懂我意思吗 假设这个名称变成NEMO2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丢的里面这行代码是肯定会爆破的 是爆破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property是变成NEMO2 既然变成NEMO2 那我点语法是应该变成什么 是应该变成NEMO2 所以的 那这有什么后果 是意味着负类改了子类也要改很容易改 能讲听懂吗 但是 如果我们是采取什么 如果我们是采取这个做法 负类改东西我子类要去管吗 我子类里面代表要改吗 不用改 我直接把这两个东西交给负类处理 负类他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不管我是 负类里面成员变成什么 你能管我鸟事 是意味着 听懂吗 所以负类里面改东西了 我子类里面是根本可以不改的 因为负类里面东西我是交给负类处理 你要改的是只需要改负类里面东西 不需要改子类的东西 因为负类的改改成NEMO2 那我们负类里面是应该改成下滑天NEMO2 不影响子类啊 是不是感受的好处吗 这是一点好处 这个东西需要积累 你不积累你根本感受到好处 所以我讲了很多志愿 你们可能根本就感受到这种思想 你这样讲是啥意思 为什么这么写 肯定很多能源这样想 是不是这样 感受不到是吧 因为没有一个开发经济码 这样正常 其实你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 这个能处非常不好 你这么写 这就感觉嘛 写完一好就知道这个好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个代码量跟负金还没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你怎么写的觉得对的 怎么写的觉得这代码特的漂亮 是不是这样 这功能挺好的完成了 但是你根本翻不出来 这样写对我们以后做了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影响 带来什么麻烦的问题 根本想不出来 所以这个需要积累 需要积累了 所以我课堂上讲的讲 这你听听我吗 我给你们多讲一些这种规范 为什么这样收听 为什么不要这样收听 对不对 这样有对于你们有提升对不对 自己想做什么总监呢 架构学校什么的 对不对 找一些思想嘛 你没有思想怎么做做架构学 没有这种思想 来再看 那自己怎么写啊 是不是还是改成我们的毛啊 知道我刚刚分析过什么吧 是吧 所以以后怎么做 是怎样一个原则吗 负类的什么 属负类的什么 属性是交给负类方法去处理啊 子类 方法中是处理子类自己的 这个属性了 我说属性就是常规力量了 听到没有 遵循这么一个原则去设计这个负类方法 这么写就完事 搞定了吧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负类方法 我讲了什么 是不是讲了一个重写负类方法 还有一个自定义负类方法 是这样 搞定了 这里完事了 所以 这个子类跟负类之间负类方法互相利用 搞清楚了 是吧 所以负类方法总结就一点 就是用来初始化成分有被认 对吧 究竟怎么出错呢 成这个成分有被认属于谁 你就在谁那里出什么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原则